介紹一下子 哈囉 比如這個案外是我目前現在的工作之一 那不完全只有做這份工作 那我同時大概有間了大概一、大概兩三家公司的顧問 那為什麼數字都不確定呢? 那是因為有些公司可能比較不方便體質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公司有起來的時候 那也有衰落的時候 那衰落的時候他可能也需要有人進去幫他重新整理 那也需要可能有人來幫他關門 因為有些人對於開門這件事情可能很容易 對於創業可能很容易 但是對於如果把自己創業的東西收掉 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我主要還有另外一份網絡機會 就是在幫一些企業處理 增資或是減資或是一些商業架構的部分 那大概都是關部文字 那我之前是待過遠傳 然後也待過數位時代 比較有名的就是遠傳數位時代 那還有一家比較中型點的公關公司 那所以我接觸了算稍微廣了一點 而且比較雜一點 那大學之後自己也開到公司也打掉了 那開所謂的工作室 那時候覺得自己記憶很厲害 然後還自己出去接案子 然後一年賺個 因為我們那時候Focus在 一樣是內部科學園區的案子 大概一年兩三個同學賺個 夜洋百萬不是小處 對因為對我們來講 那個東西不難 那但是我也沒有舒坦去做 那賺了一點錢以後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怎麼用 就通通花掉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說來看 通通都是出國的 然後或者是買車的買車 或者是買...就是買... 好一點是買電腦 就是幫我們自己添加那個設備 那早一點的就像我那種出國吧 我已經沒有了 那我待過日本一年 那... 可是我不會講日文 所以千萬不要用日文幕 我在日本是緊急被递過去 所以我只講在裡面比較多是講英文 但是千萬不要嘗試在日本講長時間的英文 你的英文一定會變差 對對對 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Ken哥我們可以請教一下 因為你剛才有提到說 你說在你大學時期的時候 其實就有開始創業 那你創的這個業是 他是做什麼樣的一個項目 我們主要在做的是 幫客戶做一整個那種 多媒體的整合行銷案 那...從網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手繪、3D繪圖、3D動畫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遊戲設計 那...網頁 網頁那個時候最吵的還是Fresh 現在看是沒有運用東西 那...就是用這樣子 然後包一個campaign 然後幫某些企業 因為很多企業其實他們要demo的時候 公司的人都很懶 他們自己也很會去做 他們基本上就是外包給人聽 那...比如說什麼... 對...插皮墊子 然後...對...類似像這樣子 那個公司其實不少 那他們為了要跟客戶做demo的時候 自己又不可能去養一隻聽專 來做這個東西 把人家demo 那他們就是會外包出來 那我們剛好又用學生的身份去... 去接這些案子 那...價錢...那有高有低啦 那也有被... 也有被... 也有被某些公司... 那兩三千塊想打發的人 對... 這個業界... 不少啦 我相信到現在還是很多 開那個... 某... 那個... 數字科技的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 用六百塊一個logo的都還是有認識 但是我們以前六百塊的案子 是...絕對不會就碰 可是你也會看到... 我們那個時候也有同學去接六百塊的案子 那我當然不是笑他 因為人各有事 可是... 說實在這種... 行情是真的會越來越差啊 人各有事我就會比較好笑 那...那...那... 其實... 那我想了解一下 那你在大學時期 你們創的怎麼一點 其實前面聽起來是還不錯 那後來... 是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是... 人事之間的一些移動嗎 還是說... 有什麼樣的理念的部分 還是說... 因為... 大家都去當兵的 所以這個... 這個公司後來決定要什麼樣的 其實最大的關係真的是... 就是... 你創... 你不管創業 或是你在公司上班 就是... 那我們那個時候發生了... 大概... 就是我們總共有四個... 四個同學結合過 那... 主要有兩個 一個被拖回台中去繼承家業 那一個是拖回台北繼承家業 怎麼大家都有家業可以繼承家業 那我創我跟另外一個鄰居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收一收 因為... 我們少了... 呃... 在創業的時候你不可能只做... 我們原本做的項目這麼多 那我又來不及去服務了 那個時候根本也不知道怎麼樣 那那個時候所有收進來的錢很簡單 就是分成四人份 再出去 那我公司也沒有留任何陷阱 那... 後來就想說... 好吧... 那大家... 呃... 協議就是... 通通分完以後就... 離開 每一個案子分完的錢就離開 然後最後... 呃... 最後最後剩我一個人 然後... 再找了... 呃... 那把一些剩下的案子收回 那... 主要就是... 人的問題會比較重要 那但是... 也... 嗯... 在那個時候創業 基本上就會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說 欸... 呃... 像我朋友是因為他爸... 住院 所以... 家裡的工廠就等於有人去接 那原本... 大家都沒料成到的事情就會發生 那就是一定的風險 嗯... 那... 其實我剛才在最開場的時候 就有提到就是... 就是... 這個... KEN哥在這個業界有一個... 就是... 名號 叫做這個... 資安達人 資安達人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去上過這個KEN哥 他是這個資安達人 其實是... 其實其中有一些些誤會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過程大概是... 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子 呵呵呵... 其實我以為你要講酸哥 呵呵呵呵... 這是後面的重頭 是後面的重頭 好... 那個... 其實講到資安達人這件事情 你會開這個嗎? 欸... 有備而來 我上次... 就要告訴你 剛剛不是要來接副演員長的時候 的一點... 小trouble 就是... 呃... 跟某人在... 某時... 欸... 他上面應該有寫嗎? 痴性少女 哦... 他把名字登破了 好... 這位所謂的駭客啦 那... 就是在一些... 呃... 認知上面比較衝突 那... 他可能心生歹念啦 就是... 認知上面有衝突 大家吵吵架 這個... 比比讚就算了 因為... 你24小時... 你把蘋果日報打開來 沒有一則新聞不比讚啊 你流浪貓狗都可以比讚 沒有東西不能比讚 那... 比讚不違法啊 你只要不涉及人身攻擊啊 不... 不涉及... 不毀放啊... 這些... 你就不會有事 啊... 可是... 你不能生氣講出人 就去攻擊人家網站 對... 這是... 我不是我自己拍的 沒有... 然後... 可是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台灣的媒體 是真的是標準製造業 可以... 偷偷講資安打的 那我... 欸... 中式更好玩 中式還幫我做動畫 變電腦專家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叫電腦專家啊 對啊... 我... 呃... 我忘了Q我啦 嗯... 欸... 中式拿電腦專家 可能會出一堆電腦專家 好... 沒關係... 我現在字和大家的做字好了 他應該在從... 中?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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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的名字會找到嗎? 他的名字找不到 因為... 反正... 那個不是中文 那個... 我們可以慢慢 反正... 那個時候... 就... 因為自由是... 他直接拿新聞... 就是... 警方的新聞稿來盤 那... 他們根本沒有去 nevertheless參加 因為記者會7點開,他的新聞你可以看他時間 他把時間拿掉了 因為他當初時間出來的時候是日文國 早上起來被推理說,資安打的 我自己看到以後,坐在位子上笑半天 當下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也沒有預料到會被警察講出來 因為我們原本想說,就照一般刑事案件流程去從 因為他這個是惡意的破壞 那我們為的是,不只公司的權益,還有會員的權益 那我們不能說,今天就直接放手 那我們也很榮幸的變成刑事局的第一種這種案件 因為聽說以往,企業都是私下合結都算 可是我們比較堅持的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警方也很樂意的說支持我們 希望讓我們可以有這個案例 以後讓他們都很好去處理這種案件 那因為沒有案例,很多私下合結就會造成說一些 這種案件會陳述不窮 不過也辛苦他了 聽警察說他總共測試了我們 所謂的測試,測試了我們網站 測試了三個小時 然後終於找到一個LOGO 這件事處理起來 我光講完可能要很久 那我這樣子問號 其實在上次課程當中 其實他的主題是有關於公關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這樣講 假如說我們在RUN交給我們很怕 例如說可能發生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然後被PO上新聞的 但是這時候他就有這個主題 就是公關的危機出現 那我們要如何去面對 那其實在我知道 這個Ken哥他們在做這個處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非常嚴謹的 因為很快速的 在第一時間他們去做了一些主題 那是可以請Ken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 一個公司要健全 有兩個人不能少 一個是法務,一個是財務 財務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按快計 但是我比較喜歡 比較大一點的成績號是財務 那所謂的法務就是 他要能確定你講出去的每個字 是不會牽扯到法律行為 譬如說 我只要在上面說 我承諾我可以每個用戶一百塊 那我自己隨便講出口 然後就登了新聞稿 那這個一定是要賠 因為你已經講出來了 那你不能賴賬 那財務呢就是要去審慎的去判斷說 你公司損失是多少 那要評估 那是不是真的要賠償 那都可以有財務去算出來 那但是你沒有這兩個人的時候 你自己去瞎拆 瞎做瞎講 都不行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發生案件 就是新聞一出來 那我們九點公司就緊急照該回憶 然後擬了新聞稿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給所有記者 那為什麼要更快呢 因為 我們知道現在媒體是製造業 然後如果先去找 所謂的嫌犯 那他講了所有的話 那他所有的話都會變成要來問我 那他拿他的話來問我 很容易就會變成說 角度都在他身上 那我可能就失去了我原本要站的位子 那所以我才會先 我們 我自己算比較有經驗 所以就是在12點以前 全部都處理完 包括記者的訪問 我是有電話訪問 有那個網路上問我 然後這樣子解決完 那第一時間在 最後 到晚間新聞就通通結束 大概是老師 這樣子 那 因為其實有些朋友也知道 就是在這個 這個業界 這個KAN哥他還有另外一個知名的訪號 就是所謂的這個酸哥 這樣子 對不對 那 那 因為其實KAN哥之前也曾經 就是KAN哥說 酸哥不是他 酸哥不是他 那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結果為什麼會有這樣 酸哥的一個這個稱號 呃 其實網路上有解釋啊 好我再解釋一次 也很不好意思有這種稱號 造成大家都誤解 其實我本來 我自己講話反正比較遲 那 那 再來是那個時候跟幾個好朋友 就是 小黑 大家都知道的那個 UI TOS 的總結 然後 還有 呃 一個硬勢要學 還有一些 一些take-away 我把它吸收過來的一些編輯 然後我們弄了circle 那這個時候circle 就想說 因為 他們家現在寫的東西都是偏向 所謂的 好的那一面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平常常常看國外媒體 其實他是 優喜參半的 他不會說 呃 其實最常看到就是 欸 用募資成功了 所謂的募資成功 可是 其實在國外他們不會用募資成功 這個 一整段的名詞 那 呃 譬如說 創業失敗 他們都會把它 寫零零的把它寫出來 可是通常台灣 台灣就幾乎不是講失敗面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往往 呃 很多 這幾年很多團隊都是 慢慢的收掉 那我也覺得很客氣 有些團隊是真的不錯 那 他們可能就差零門一腳 那 有些團隊是真的很爛 但是他也募到資人 那 募到資人可不可以批評 欸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不講 不發出來 那大家 我覺得那 不是可受公平 譬如說 如果你今天要把它 放出來變形 那就是可受公平 因為我覺得你最後有過法 你不值這個錢 你不值這個錢 這我 我絕對有資格講 全部的人都有資格講 只要你認為說他不值這個錢 就好像我們政府也不值這個 我們政府還真的值這個名義叫他 那 就舉例啦 舉例啦 Si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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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搜尋都是女生啊 對啊 為什麼 Sirco 沒有啊 就Sirco 你看 你看 所以 Facebook很厲害 他都知道搜尋紀錄跟習慣 就做了 那個 Google你哪 社債車的東西 Google就拚錯了 Google就拚錯了 我搜尋應該是第一名 第二名 對阿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 呃 我承認來 一開始我們的幾篇文章 像是一兩天可能是我寫的或小黑寫的 我不敢講誰寫的話我會被殺掉 可是後續呢我們就希望說這樣的砲磚影片可以拿到更多大家不為人知的影片 所以我們才用這專欄 但也因為我講話很直所以大家都把這角色投射到我身上 就說這一定是你寫的 可是我最習慣的是我發文幾乎 為什麼我講幾乎就是我剛剛有講完真的有一兩天都我寫的 那我發文幾乎都是用我自己的名字 因為我沒必要用別人的名字 但是有些人他們是希望他們自己講出來的事情是被保護的 那我們就尊重他 然後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聽起來其實酸哥不只一位 只是今天大家投射在你身上 對啊實際上還蠻多的 是一個團隊這樣呈現 其實像我來做爐點音樂的時候 我也發現爐點音樂更多啊 你說像最有名的膠原部還是哪 但是罵了萬七八糟 欸膠原部大家也知道 對 對 就像焦原部他是 啊 講一個最簡單的 他是張玄的哥哥啊 嗯 然後這樣大概就知道 對 然後他是 國底樂圈的一個新生蛋 然後 基本上年紀好像稍長我一點 那他寫的東西跟罵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呃 他也是不媚俗的那樣 對 呃 跟我的個性很像 所以其實各個產業都有 然後就有點像 呃 蘋果日報還有那個沐瓜俠 那沐瓜俠其實實際上 他也是一個代號而已 他只是不想說 喔我今天講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 那比如說 欸蘋果日報的小圈 靠這個感覺就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力道 沒有那個力道 當然他也沒有一個 假設性的人物存在 因為有的時候 呃 用虛構性的人物 可能取得的真實性會相對很高 對 因為就好像 欸 昨天 昨天 轉 轉文章最多的就是那篇什麼 呃 富夢網 是剽竊創命的那篇 那篇 那 就是 鴻海人那個 Kick it to real 那個網站 說什麼 鴻海人某員工跳 跟阿索 那通常這種虛構的人物 然後再結合真實的事件 會 讓人有更高的 呃 吸引力 對 台特富 材富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利用這樣子的模式 就創造 酸 但是 真的嗎 你可以說是我 但是我可以說 另外一種解釋 是不值 就是我 小黑神 人家這次要看光網 第二天 剛剛看 這些出來 那PTT那邊聽說被你嚇下 就是 像這樣子 他也是講的 你看 跟 的員工聊完 員工沒幾位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 Ken哥也非常歡迎大家來問他八卦 因為 圈子很多的八卦 其實他都是第一首小型的 我拿手說我換 不好意思 那我們會方便問一些八卦 要問問 那麼多人都不是問八卦 其實這樣講 以前我跟阿虎 剛開始接觸到這個圈圈 我們很多人都是從 Mr.X的 Vlog開始看起來 其實後來 慢慢的會發現 怎麼會有這個 教主 教主這樣的一個名詞 開始出現 不好意思 也不是Ken哥講的 想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後來 在這個 酸哥們 會對於這樣的一個 他們在做我事情 我想 我有意思 我想 澄清一下是對事不是對人 他主要就是 一些想法跟理念是有衝突的 例如 比如說他提到說 創業的時候不要去顧及法律 創業的時候不要去顧及法律 可是我們這邊不是肥區啊 肥區才不用顧及法律 可是在台灣 其實 台灣的法律是最 我認為是最鬆的 那也是因為 我們現在合夥的一個部分 他是律師 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法律很鬆 你只要會繞一個道 其實創業不一定有時候 不一定要走這些 因為有時候轉一個彎 換一個想法 像最早大家在談第三方支付的時候 我都經歷文複八年 所以第三方支付 其實印尊存在帶點周文 對 這邊哪一個人沒有 沒有優惠卡 優惠卡就是一個第三方 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哪一個人沒有信用卡 信用卡也是 信用卡也是 這個算少數 這個算少數 對 那如果 我講信用卡 信用卡也是你先刷了 然後是銀行放你付錢 你再付錢給銀行 那銀行不就是第三方 就是所謂第三方支付 所以在台灣 通常一堆人在喊說沒有第三方支付的時候 他們根本沒有把這個整個事情都想進去 那所以 在很多意見上面都有衝突的時候 就會變成好像我為什麼討厭他 沒有理由討厭他而已 其實看以前文章我還關心過他肚子痛 但他最近把我賠掉了 對 那我是希望說大家 在創業的時候 有的時候 如果啊 如果你是真的想創業的 你要學會聽看聽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 不管是年輕的 或是 年長的 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的事業 對 那我比較 我比較不爭氣 我還沒有所謂的自己的事業 有沒有 那 可是 我都會勸他們 還是要先看聽 因為 你在做的可能是你專業的事情 可是 創一個業 很多都是非關你專業的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 像 ERROR 他的那個 專業就是寫 寫程式 所以 發生不關時間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 你今天APP被人家 嗨客進去 然後 那個iCooker裡面 全部看到A座 對 很多思考也可以去想 就是說 你的 你的思維 然後 跟你的想法 像我 我有朋友原本來很棒 然後 我原本想說 算他一下 因為他最近給我找一個麻煩 他是一間寵物食品店 做食品的 工廠的老闆 然後 之前寵物展 上禮拜 上上禮拜 寵物展 寵物展的時候 他們因為儲存的問題 所以 裡面麵包壞掉 麵包壞掉 他們沒有注意到 然後裡面 工讀生 就把他來賣 賣了以後 結果 很多寵物吃了 就有問題 甚至一打開 就長了一塊香腹 或是上面那種感覺 又想哭啊 這是美 對 就長了一個美 然後 其實發生這種事情 最多就會送到 像 全部去粉絲團幹掉 然後 他那個時候 就是腦袋瓜也不清楚 他就直接去刪我 他刪完我們以後 他就說 哇 我真生氣 哈哈 我把他牧文章弄刪掉 然後我只會阿良這白癡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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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他就說 怎麼辦 越來越多人 台灣 然後到甚至 他的所有的分店的電話 都被打爆了 他已經沒有辦法解決了 我說 好 那我告訴你怎麼做 然後連夜幫他 想新聞告 賠償方案 然後面對消費者的方式 他們原本想說 他們原本有股東 所以他想說 那不要理 不要理怎麼行 因為 呃 說實在 台灣 不理性的人 居多 對 那可是不理 這個 也不是你公司的 你也是公司不理性 才會不理 對 有幾個人 我另外 提供的話 有幾種人 在網路上過年 五月天的粉絲 然後 動保人士 同志團體 還有那個 基督教 對 這個 我沒有歧視的意思 但是 在網路上 這是最容易起的幾個話題 還有 廢死跟核死 對 那這幾個話題 幾乎你會看到 我不太討論 因為 討論下去真的討論不完 因為這個到現在 大家都不解 我不想浪費 時間跟生命 那什麼 可是呢 如果你做的事業 有牽扯到這幾點的時候 你都要小心 都要非常謹慎 尤其是像動物 像動物是大家最常接觸到 好不好 他們後來就 提供了那個 補償方案 然後 呃 就是 壞掉的 換新的 那如果丟掉的話 就可以500元 的折價券 不是賠現金 賠現金 會不死 那基本上 呃 這樣子 辦一辦 弄一弄 然後我中間 在幫他做一個小插曲的事 我幫他先找媒體 一樣 我還是先找媒體 這個先找媒體的先發誌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我看到他Facebook上面 粉絲都說他要找媒體 我說你找 絕對不會比我找得快 因為你打電話 讓他訪問你 至少要半天的時間 我很了解這個邏輯 甚至他 他連出擊可能都不願意 那他出擊都不願意 可能他連 最後回去 上到新聞台上面的機會 都不會有 那可是 我可以直接 呃 我就直接幫他找了幾個 我比較好的記者朋友 先上了 一兩天 他的道歉聲明 那整個聲勢就反轉過來 那大家就會變成說 全部罵他 罵他那種出口不如的那種負責人 全部反轉過來 你們怎麼那麼有誠意 這麼有深度啊 呃 五片人可以看那個Facebook 平常答那個 派特 派特 派是派對派 特別 派特 派特 吹派特 派特 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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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 因為他的粉底 那個粉絲專頁的第一個 粉絲專頁的第一個 多少錢都我在 這是一些道歉聲明啊 然後我幫他修改 這是發生到後面的事情 我是跟他們講說 你每一則回應都要想辦法去回 這就是客戶服務 前面就是一堆很多很爆發的 他大部分那個時候 他一生氣就通過三票 那他就這樣 沒有誠意啊 就是你心態跟心念一轉 他那個當初那個時候真的太衝動 做這件事情 那真的就白癡啊 沒有辦法講 我蠻好奇的 例如說像在這個事情爆發 的就是 就是在他這樣子被大家這樣子 攻擊之後 那你說你開始把它去做這樣的規劃 那我們 我們要如何 假如說我們自己遇到的話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一個步驟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步驟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步驟 可以去著手這樣子 我覺得基本上看公司的規模 對 如果你公司規模夠 我最大處理過的是那個 馬次達那件事情 那MH的一個儲蓄歌 那馬次達儲蓄歌 就是 他行李箱敲到 一個看車站的 呂 旅客 過路客 路人的頭 然後結果他很神奇 要求 要求要賠償 那結果 他們的業務 就說 他們業務也不知道為什麼 找了一堆中南部很海派 還嚼著冰藍跟他講 就是跟他講 我就是不陪你啊 反正就是 他最後就會起很大的衝突 然後 旁邊又有陸影 他所有陸影 全部送上去 那這個很難看的德性 其實 差大了 你就打出去歌 你看到 你看到他那個嘴臉 你也會生氣 我跟你講 路人都生氣 我那個時候也去罵兩隻腳 我罵兩隻腳 突然是 罵完以後 我還是在那邊 按摩我要熟練 這個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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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看 YouTube 就是表演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 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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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成 然後你看 這些畫面都被收出 他跟正面有什麼 什麼 不知道 那可能是 滿同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網友裡面有很多什麼副手影片 整個貴公社的形象傷害非常大 那個時候已經傷害大到為什麼會接到這件案子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台灣的網友已經全部在 他們在台灣得不到任何回應 而且馬自達那個時候在台灣的粉絲團好像是帶短的 據說也都三問 但是我沒看到 而且他們也沒有回覆 是通通跑去日本的粉絲團鬧 然後日本的連夜打電話就是凌晨4點到台灣總部 那台灣總部發言不得了 找到我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禮拜以後 為什麼每次爛攤子都可以 那個時候就是我認知的公關公司 然後處理這個案子 那KING 其實在剛才前面的時候提到 就是像他自己去找記者 那可能光是等他來回這樣子 可能就要半天的時間 那可是你透過你自己本身認識的那些記者 那他處理的速度又比較快 那我想很多朋友在 都會想要知道說 例如說他們今天想要辦一個大型活動 或是他們想要辦記者會 那或是他們想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產品發表會 那要如何去 就是聯繫這些記者 或是平常應該來怎麼樣跟這些記者 你講的後面是 你講的後面那個問題是前面那個問題的答案 那就是基本上如果 你是一個很Public的產品 那你要面對很多消費者 你平常的所謂的公共關係管理 就是所謂的PR 那還有你的媒體關係管理 都要做得非常的好 那怎麼樣做呢 在PR公司就是在公共關係 他還有一些做法就是 第一個先請記者吃飯 你會認識一個記者 你就會請他找說 原本比較好的幾個記者 其實記者基本上互相都認識 除了忠實跟自由 可能會打架以外 其實基本上他們大部分的圈子 就是不管是蘋果啊聯合啊這樣子 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group 就是你看到 因為基本上你 他們如果是跑線的 通常都在外面 在外面就是跟自己公司裡面的同事 反而沒有那麼熟 因為都在外面就是 哎 你打一下我聯合報 你打一下我中華日報 那我還是先找到 中華日報是哪片人 中華日這個是後話 我等一下再講 你會碰到很多記者朋友 那你可能認識一個兩個人 你多參加幾次別人的幾個會 譬如說你是做化妝品 譬如說 無人海海就跑去那個SK座這樣 你坐在旁邊沒有人知道你的事 那可是你可以這樣子去多認識幾個 你可能看得順利 但是不要你故意只挑漂亮那幾個 因為 漂亮的記者可能有時候比較不成事 那其實台灣的記者都是互相 因為大部分都視新出來 那你就算散到各地 大海海都是認識 然後或是 長個都是很逆權的 你同一個縣的 我同一個縣的 就是 就是說生肖線 他們都是做一切 那你認識了一個以後 你拖 請他們再拖一兩個 你可能覺得 看得順利的媒體 然後 一兩個就會 慢慢的認識 越來越多 可是 我是認為 那邊手上抓個十個 你認為不錯的媒體的名單 那 就很足夠 就是在一開始的Lunch 就很足夠 那 你一開始也不用先求多 先求有 那 再求好 因為 通常 譬如說 你找聯合 聯合報一報 我 那個其他報紙看到 或是其他媒體看到 說 聯合都報了 那 我覺得這個新聞還蠻有 蠻有 點的 因為其實 你做記者會 他還蠻多細節的 那 譬如說 我要找記者會的狗 譬如說 我曾經幫過某 某 某那個 某遊戲公司 他是老闆 會上來Costplay 這個 如果有玩遊戲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還說 我不要上網查 他就變很可怕 他就不適合看 每次放假 你來 自己顧問 有關鍵字是 關鍵字是 遊戲公司老闆 Costplay 這 這應該查得到 非常簡單 他就是會變成一個記者會梗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除了 那天除了 Google Play開始消費以外 他就是第二大的節目 他就是有 有一個梗 那 剛剛講的後話 中華日報 基本上 你在網路上都看不到的媒體 你就千萬不要去理他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是所謂的 記者會蟑螂 他就會跟你 他會跟你說 我是某某日報 那你今天我幫你登 我給你收點錢 給你收個三千兩千代理費 他們會有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那種 那種 明目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多給我一點正品 因為記者會 我們通常都會準備一體正品 那你多給我一些正品 或者是你有沒有在吃 我來跟吃一餐 非常非常多 都是這樣子 你看到那種 根本 你說實在 這邊應該也沒有聽過 什麼中華日報 還有中華時報 這種 這種名字都超多 然後你一看到 基本上 就不要去理他了 那這種人都非常可怕 那種人一年到會 丟也丟不到 他會每一次你辦記者會 你就莫名其妙 他就會拿 對 那 大概上 所以你實際上 是有遇過中華 還是什麼 會 其實你看到 記者年紀已經過大了 的時候 他要嘛 不是很資深 要嘛就是很油條的 這種張牌型 那 又是他拿出來的名片 又是你完全沒看過的 公司 或是媒體 那就根本沒有 不要亂費神 去理他了 其實真的上了一課 因為其實 其實我這樣回想起來 好像疫情真的有遇過這樣一個 對 好 那 其實我們今天主題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上學的時候 有發現的就是 在創業團隊裡面的老二哲學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像我自己在 教你的角色 因為那個阿峰是老大 那我想是老二 那我們兩個在看這個 我們自己在做的這件事情 可能角度是不太一樣 那其實Ken哥從 像他剛才有提到 他在大學時期 講自己的創業 那到後來這樣子 MusicOnline他的加入 然後 不曉得這樣的一個 從 角色的轉換 有沒有想像的一個差異 然後或是 我們進去這樣的一間公司 新創公司 然後可能在 裡面扮演的角色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先呈現一下 MusicOnline我們有股份 對 我有股份是另外一間公司 那 我講講 一樣的角度 就是 如果是一個共同的創辦人 那你在公司的程度 基本上 你是共同創辦人 你跟創辦人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距 那 主要是 你對這個產品 或是你對公司的 一個發展 是有信心的 那你才會去加入這個公司 那 基本上 我這個人是很龜貌 像我光加入這邊 我最近大概過了半年多 那也是 因為我這個 呃 我老闆 我都叫我老闆 那基本上我們是公司 那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他幾乎每個禮拜 要請我吃一次飯 所以才變成公司 他幾乎每個禮拜請我吃一次飯 然後 請到那個 有沒有 我已經答應說我要去上班 還要再聯請三次 就是 我答應他那一次 然後 答應他之前 前一天再去一次 答應他半天晚上 又要再去一次 就是 你看就是一隻心 那基本上 呃 他是很有耐心的去 呃 去跟我每個 要加入他的溝通 那 去聊 那如果你今天心裡面 沒有那麼 呃 一個很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又一個 很好機會可以一起去join 一個star 或是 一個新創農事 那我會覺得說 你可以 呃 多聽聽 多聽聽看 欸 跟你想做的東西 或是跟你有興趣的位置 是不是相同的 因為 當初我是認為說 我的管理能力還不足 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夠 因為 基本上 呃 我的管理哲學就是 嗯 對 那這個後話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慢慢討論 那 呃 呃 透過他這樣子 然後 多 很多次的交流 那其實那個時候也 也不乏很多好機會 比如說像 呃 熊獅 熊獅那個時候還沒有上市 那熊獅那個時候上市 他是跟我說 他給我的位子 是他們公司的前百分之十 對 前百分之十就是 呃 呃 在職級上面 那 呃 有 還蠻多 真的是 至少在業界 大家會認為不錯的好機會 那我最後選擇加入是因為 呃 第一個 呃 就是所謂的我老闆 就是他呢 他非常的有 耐心跟 誠意 然後 他講的事情 跟我想做的事情 基本上有一些 抵合的時候 最後我就加了 那千萬千萬在 呃 加入任何STARF之前 都要 小心 因為現在太多 太多都是 拿這個名字 去 去 慌人騙人 你 如果多點耐心啊 就是 多聽幾回 不要一開始就相信 呃 那 大概 所以 呃 當初是因為產品的特質嗎 還是說 是經營的理念 還是說 還是說 因為我剛才聽到是有 就是他很有耐心的 可能 可能 呃 重複的跟你討論的這些事情 那 真正 呃 呃 所以 心裡的這個核心 是因為產品呢 還是說 因為你覺得跟這個人相處 你是很耐心 但是覺得可以跟他一起做這件事 是因為我 絕對不會是古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很誠實 我不會 這種這種東西 很好的騙 那 因為我完全不聽古典音樂 為什麼我後來 後來來做這職 不過基本上 我認為說 呃 我今天要成為一個 非常非常誠實的 專業經理人 我得去不管在任何的公司我都可以把他管理的公司 那這是我當初我想要的 那我現在也慢慢的在實現這一點 那我在公司看財務管營運管行銷 那財務當然是看最後的報表 我自己也沒有不可能去浪費那個時間 我花那個時間就一定想浪費 花那個時間去做財務報告 那然後管理人 然後到一連串的 我面試的考題 然後就開始設計 因為一開始沒有最剛才只有 大概三四個活人而已 那除了股東以外 那實際上的在在線上的人 只有本來四位加我 加我四位 那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 到現在的二十幾位公司 那其實我們今天現場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可能有想要創業的想法啦 或是可能正在準備創業 那因為其實在每一位前輩 可能聽到就是 就是欸你想做這產品跟你創業的這個初衷好像不太一樣 那我想要請Ken哥 就是最後是不是對於我們今天現場的朋友 就是假如他沒有想要創業 或是他沒有創業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 就是 給一些你的建議 或是 或是他們應該如何開始 或是其實你根本就不建議 應該要說 建議也不建議 那不建議的點是 如果你自己都沒想清楚 你要創業 那你只能看到說 欸 阿豐湯創業 我也要創業 阿豐湯掛事業 我也要掛事業 那這種就不用了 真的不用浪費時間 因為 很多事情 可能還沒有想過 想清楚 那這種我當然不建議 這種基本上我也不會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哥哥我想要創業 那這種 那 建議 建議的點是 如果啦 你今天做出一個 或是你一個很棒的idea 你找 十個很熟的人 跟十個很不熟的人 但是你都認識 然後去做驗證 因為 很熟的人 基本上 他們不會對你講太多講話 不熟的人 可能會對你講一些 公為的話 但是你都可以聽 因為這是你未來一定要學習的 你未來一定要分辨說 誰對你是公為 不像我就不會公為 這個對我來講 是很困難 說到什麼 Jimmy好帥 Jimmy好小 你這種話我講 類似現在這樣 我只是舉例而已 我沒有要扁他的意思 我只是舉例而已 大家不要誤會 那我很希望說 至少你這個idea 是要先驗證過 然後你再想清楚說 像我剛剛講的那幾個面 財務面 沒有法務面 那財務面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 找到第一桶金 我所謂找第一桶金 不是一定要伸手去跟人家要錢 而是說你有沒有辦法實現說 你賺到第一筆錢入賬 就是說我們那個時候 剛一開始付費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轉付費的時候 非常緊張 說這個東西當然不會我們付錢 你們掏腰花 直到第一個人付費 到第一百人付費 到第一千個人付費 我們才慢慢的放下新款 這個東西是OK的 那這當然要經過不斷的 你要花時間去練證 你有那麼多耐心 或是你本來在做工作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沒耐心的人 我今天看 我今天在上班的時候 有大概一半的時間我在刷費 你根本沒有耐心坐在位子上 你根本沒有耐心坐在位子上 你不要去創業 因為那個對你自己 或是對你未來要加入跟你一起的人 那可能不是一個好 因為像我之前就很 我之前就瘋擊過一個人 某一篇文章 因為他就在寫說 他創業的時候 創業的時候就想到 他在寫說他以前上班的時候 他以前上班的時候就是一個 打混摸魚啊 覺得偷睡下午 叫你開心的那種人 不是這個人 根本不適合創業 因為你當創業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管理員工 你員工也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做嗎 你有沒有辦法建立起一個制度 因為你當你沒有想清楚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辦法 做好一個好的老闆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要創業 你要面對的不只是 消費者 你還要面對的是員工 甚至是員工的家庭 所以我們公司就很忠實 員工的家庭 就是每一個人 如果家庭真的有問題 我們都會在公司 提公司當的援助 不是援助教是那種援助 是 比如說他經濟 經濟需要救援 那我們 我們可以用公司的名義 接待給他 或是我們私底下都很樂意去幫助他 那 或是 公司如果有些人有糾紛 像我 前兩個禮拜被代季傳證性感 我們法務就會幫我處理 傳證性感不會告 就是他也告不了我 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 因為你要面對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但是 如果你要創業的時候 你想清楚 那就去做 那如果沒想清楚 你要去想任何的可 跟困難點 然後再去做 大家去做 好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在我們第一回合的創業家對談 然後 因為其實我想真的非常有趣 就是 Ken哥他剛才有分享到 他從這個大學時期的一個創業 然後到他後來人在這個公關公司 甚至到後來 Music Online 這個 遇到一些公關事件的一些處理 然後包含像這個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 我相信這場很多朋友都會認為 在創業的時候 你的熱情應該是第一要件 但是我們可能從沒有想過 原來法務財務是這麼的重要 那 其實Ken哥他在這個 社群行銷這個部分 他也是今天相當的豐富 就是大家去看他們的粉絲專業 就知道他們的互動率 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 焦點一直 還在努力的方向 這樣子 所以待會呢 我們在這個 中間的交流時間 也可以 大家可以跟平哥請教 這個 可能公關的一些經驗 或是在這個社群行銷的這個經驗 好 那我們在這邊 掌聲 掌聲謝謝我們平哥 謝謝 好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活動 我們整個活動呢 會做一個紀錄 包含像我們剛才的這個 呃 我們的拍照 然後我們現場有錄影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在這個活動 每天都有機會 一段時間 中間的追求 ウィング